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如天地》!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香港国际巨星周潤发。 他在电影界的名气就好像维港的夜景一样摧残。 法哥的婚姻生活一直是娱乐圈的热话。 大家都知道,周潤发和陈慧玲的婚姻是演艺圈的标杆。 但你们未必知道,法哥曾经有过一段短命婚姻。 他和女星余安安的爱情故事当年公动一时。 据说,这段婚姻得维持了八个月就完了。 余安安后来在节目中说法哥婚后变了人, 还有控制甚至赶他出门。 究竟周潤发和余安安的短命婚姻藏了些什么故事? 法哥的健康情况又会怎样提醒我们? 法哥的粉丝们,你们又怎样看他这些年的转变? 讲返1970年代尾到1980年代初, 周潤发的电影事业开始起飞。 当时的法哥,用他的穗气外表和吴基性格, 快速在香港电影界冒起。 虽然那时对他感情生活的传闻不多, 但已经有少到消息说他和几位女星有过短暂的恋爱, 这些恋爱多数都无疾而终, 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 直至1980年代中期, 周潤发和女星余安安的恋情爆出, 一时间成为娱乐头条。 两人的关系进展神速,很快就结婚了。 周潤发和余安安的婚姻, 虽然得维持了短短8个月, 但在娱乐圈内外引起了巨大公动。 两人的关系一开始就被视为吴尋常。 毕竟发哥当时已经是一个 奄奄升起的电影明星, 而余安安就是一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演员。 但这段婚姻最后因为余安安在节目中 公开控诉周潤发而结束。 她指她婚后变了,有控制, 甚至将她赶出家门。 这些指控无以为发哥的公众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然发哥本人没对这些指控作出公开回应, 但这段婚姻的结束, 无以为她的感情生活增添了一段朴硕迷离的篇章。 转节点出现在周潤发和陈慧莲的婚姻, 同于安安的短暂婚姻相比。 周潤发和陈慧莲的关系 显得更加稳定和低调。 这对夫妇自结婚以来, 一直维持着好的公众形象, 被很多人视为演艺界的模范夫妻。 陈慧莲对周潤发的支持和理解, 被认为是发哥能够在演艺圈中长期保持成功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近年发哥健康状况受到关注的时候。 陈慧莲一直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 令外界对这段婚姻充满了敬意。 据了解, 两人最初是在一个电影项目中相遇。 当时的陈慧莲已经是知名的电影制片人和服装设计师, 他以独到的审美和专业能力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 周潤发对陈慧莲的第一印象是他的专业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情, 而陈慧莲就是被周潤发的才华和人格魅力吸引。 两人在工作中漸漸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并在1986年报入婚姻的殿堂。 周潤发和陈慧莲的婚姻生活简直就是无犯夫妻的代表, 他们两口子基本上无因为爱情问题登上头条新闻。 陈慧莲不禅止在周潤发的事业上给了他无限支持和帮助, 在生活中更是他的坚强后盾。 说到周潤发的多部电影作品,陈慧莲都有担当服装折计。 他们两个人在工作上的合作的默契,不止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更延伸到工作领魂。 周潤发对陈慧莲的爱和尊重在很多场合都体现出来, 他在公开场合表示过,陈慧莲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是他令他的生活变得完整,亦都是他理解和支持,令他在演艺事业上能够不断前进。 周潤发都提到过,虽然他们夫妻两个都很忙,但总会尽量抽时间相聚,享受两个人的世界。 这个都是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之一。陈慧莲对周潤发的支持不单只是在事业上, 更在周潤发面临健康问题时,给了他极大的关华和照顾。 周潤发经历过健康危机,陈慧莲始终陪伴他身边。 无论是生活上的照顾,还是精神上的支持,他都做得无微不至。 这种深厚的感情令人看到。 虽然周潤发是一位大明星,但在他私生活中,有一个稳固的家庭和一个温暖的婚姻。 不过,讲到周潤发和陈慧莲之间的感人故事之外,周潤发的事业发展也是他全其一生中不可划决的一部分,作为香港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 周潤发的职业生涯满是两点同转折,他对电影艺术的贡献无疑令他成为影坛不漏的巨星。 由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周潤发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在这段时期,他主演了一系列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电影,包括《英雄本色》、《倒神》和《蝶血伤红》等。 这些作品不单止在亚洲地区受到热烈欢迎,更令他的名字響切国际。 特别是在《英雄本色》中,周潤发饰演的角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他的心情和坚硬的表演赢得了影迷热烈的回应,也为他赢得了硬看形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潤发不单止在动作片领域展现出色的演技,还在其他类型的电影中尝试和突破。 他的表演充满层次和细腻,无论是在喜剧、剧情片还是文艺片中,都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心理状态,展现人物的复杂性。 这种多样化的表演风格,令他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更令他成为了一名全方位的演员。 踏入新千禧年之后,周潤发的事业依然活跃。 他不单止参与了很多部重要的电影项目,还开始在国际电影界担任更多角色,包括制片人和导演。 其中,他参与制作和主演的电影《洋子弹飞》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票房高企,更获得了很多奖项的肯定。 在这个时期的周潤发,已经不单止是一名演员,更是电影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对推动华语电影的国际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周潤发的私生活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唯一话题。 近期,关于周潤发的健康状况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周潤发因为中风陷入了昏迷,状况非常差。 这位一直以来保持健康形象的巨星,身体状况的突然转变,令很多影迷感到震惊和担忧。 更引人关注的是周潤发的太太,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法嫂至今未在公众面前露面。 无现在深掌外界对于周潤发家庭状况的各种猜测。 除此之外,还有报道提到周潤发晚年可能患有糖尿病。 曾报道,周潤发近照显示他的手臂皮包骨,全身满击。 今时他的健康状况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要严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了解更多关于你喜欢的明星的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